本地單日新增出現明顯回落, 已連續3天維持在7,000多宗的水平。 有專家認為疫情已見頂, 而且新冠死亡率已降至與流感死亡率相約, 香港是時候放寬疫苗通行證及外防輸入政策。 對此,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近日在網址指出, 第五波疫情至今已有超過9,500名確診者死亡, 平均死亡率約0.6%。 截至5月以來,新冠死亡率與季節性流感作對比, 易於誤導市民輕視疫情, 似乎是為了配合西方一些國家躺平防疫的姿態。 今年以來,新冠就是大號流感的論調一直在坊間流傳。 這種說法不僅迎合社會對經濟復甦的學叛, 亦符合市民希望生活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的期待。 因此,無論在國際社會還是香港本地, 這一番言論都頗有視長。 自第六屆政府上任以來, 為了緩解防疫抗疫對經濟造成的壓力, 已陸續放寬多項防疫措施, 包括將外防政策縮減至3加4, 允許黃馬人士參加大型活動以及放寬基組檢疫等。 以一些舉措吸引了更多境外人士來港進行商業活動。 對於本地經濟復甦, 市場匯亂具有相當積極作用。 目前的數據只能說明, 疫情正在向好但遠未達到可控的階段, 此時若輕易放寬, 無疑將過去防疫抗疫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付豬流水。 現時全社會應該繼續嚴守防疫政策, 提高各年齡段的疫苗接種率。 構築更加堅固的群體免疫屏障, 唯有這樣才能持續降低新增個案, 早日實現自由流通。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,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